经过两年的筹备 三家存网营最快在今年第三季陆续开业 结合科技与金融的全新服务 将改变形象保守的金融业 多家业者也都在最近发出人才的招募需求 新时代的金融人才 到底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和能力呢 让每日商业来告诉你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是 刊登在2020年2月23号 由高靖元先生所撰写 并刊登在未来商务产业焦点的 文科技术背景一样抢手 这两种能力 纯网营人资最看重 中文系毕业的詹杰宇先生 在江南银行负责产品项目 他提到 纯网营是网络世代的原生产物 身为这个世代的人 可以设计出最适合 这个世代的金融服务 是当初最吸引他的一件事情 而从从业人员来自各个产业 跨领域的沟通与讨论 让自己在工作上得到很大的提升 他认为尤其是有一点 传统金融工作经验的人 非常适合投入纯网营 除了适应能力较好 工作经验也能够 快速提升 文科背景的优势在于懂得用不同的面向去思考事情 特别是在设计开发时能发挥跨领域的优势 缩短与IT人员沟通成本 独立思考 独立观察的能力很重要 Fintech美丽名词的背后本质还是满足客户生活中的需求 在江南银行负责IT的林哲峰先生过去曾任职于电商 他观察纯网营的组织架架构 他观察纯网营的组织架构偏向科技业 IT背景的人才必须要多看 多理解 技术再怎么厉害都只是其次 还要培养对其他领域的关心 从人的本质出发 才能在工作上获得更多机会 达到出真正符合顾客需求的商品 将来银行总经理刘宜成先生说 人才界限将被打破 不一定要是金融背景才能胜任 我们处于行动网络时代 金融、科技、娱乐、生技等领域的界限 逐渐变得模糊 能否成为新世代新产业的关键人才 年龄不会是问题 关键在于人格特质和态度 与其他组织架业者不同的是 加拿银行现在采取 线上线下并进的招募模式 从去年到现在已经举办了 四场线下招募分享会 透过实际面对面 除了让求职者直接认识企业及文化 同时借由工作坊的讨论 激发大家对于未来新金融的想象 为了找到适合的人才 加拿银行重新检视了传统的招聘流程 总经理说 一般金融业会要求求职者在上网填一大堆字式资料 加拿银行在面试时只需花两分钟填写简单资料 其余的补充资料 作品及完全由求职者发挥 没有制定规格 这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人着想 由我们设计APP也是保持这样的精神 人资主管透露内部选材词的标准与个人的专长 过去背景无关 人格重于学经历 他最看重以下两个能力 首先在模糊状态中可以持续前进的能力 存网银在台湾是全新的金融形态 现在是小步快跑 也很难跟求职者说明清除产业一两年后的变化 将来银行现阶段所有的工作职位都还很模糊 也是每个人都在经历的状态 所以怎么样在没有资源的环境中 找出资源让工作有进展 才是选人才的第一个标准 其次是面对挫折的能力 对于存网银来说 所有产品架构都是从零到一的过程 要懂得调试遭遇挫折后的心境 才能不断成长 金融业的本质说穿了就是服务业 每个产品都必须体察各族群客户的需求 文章的最后要给未来的数位人才三个建议 一、持续学习的能力 才能在客户有需求时 设法找到资源达成目标 二、金融需求无所不在 必须设身处地地思考 才能推出满足社会各族群金融需要的产品 三、正向的思考能力 金融背景不是必要条件 但是性格一定要很正派 不能一心只想着赚钱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新世代的金融人才 究竟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和能力 是不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呢? 科技打破产业之间的分界 以人为本关注所有顾客的需求 将成为新金融不可或缺的竞争要件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 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六商业 这边中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